在12月1日 一個由42名美國聯邦參議員組成的兩黨小組 自信中共駐美大使秦江 警告中共不要對參加白紙革命的和平抗議者 進行任何暴力鎮壓 參議員強調 鎮壓將對中美關係造成巨大損害 那42名參議員在被秦江的信中表示 他們正在非常密切關注中國的抗議活動 也在密切關注中共對抗者的回應 同時指出1989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共軍隊 對和平抗議的中國學生進行了暴力鎮壓 造成數百甚至數千人死亡 信中又表示 他們會以最強烈的措辭告解中共 不要再次對只想獲得更多自由的和平中國抗議者進行暴力鎮壓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 中美關係將面臨嚴重後果 造成非同尋常的損害 另外在《徐信所付》的聲明中指出 中國人民進行了歷史性的英勇抗議 反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獨裁統治 並呼籲更多自由 並指美國參議員有著悠久而結出的兩黨合奏歷史 在中國人民收到共產主義暴行威脅時為他們發聲 同時也為台灣發聲 這封兩黨信件延續了參議員這種重要傳統 即為勇敢和平抗議者挺身而出 這些抗議者冒著生命危險 僅僅因為他們想要更多自由